今天這一集我們就來講B的發音 根據瑞瑟夫老師他這邊整理的講義是寫說 B在發音的時候 首先將雙唇緊閉 然而提升並阻隔口腔和鼻腔之間的通道 之後震動聲帶 氣流自胸腔流出 在緊閉著雙唇後受阻 發音者此時可感覺到一股壓力 接著雙唇打開 氣流突然溢出產生爆裂的聲響 爆開 在發B的音的時候 雙唇緊閉 將氣流阻絕於口腔內 此時雙頰膨脹 接著雙唇打開 氣流突然溢出 故有爆開動作的意義 所以爆開這個動作 中文同音同字就叫爆 像這邊講到的 Bud 聯想法就是用物體爆開的動作 那中文的部分我就不唸 你們直接用看的 那其實背單字最好的方法是直接看到圖片 然後再看到這個英文字 其實不要看到中文字是最好的 我們就想一下 我們在學國語 從小出生的時候 學了第一個語言 國語中文的時候 我們並不知道台語 閩南語 客家語 其他語言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第一個學中文的時候 其實呢 我們就是看到一個東西 然後你問 媽媽爸爸說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 父母親就告訴你 這個叫做發芽 那你以後看到植物發芽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那個叫發芽 那同樣的 那個時候你也不知道英文 那為什麼我們學英文的時候 就那麼奇怪 還要用中文去思考英文呢 譬如說Bud Bud是什麼 其實如果讓你看到一張葉子 像這個牛津字典 它有一張圖片 葉子在發芽的時候 這個就叫做Bud Bud 好你以後看到這張照片 你就聯想這個就叫Bud 你就不要再去想說 中文是什麼了 這個方法就是直接用英文去思考 不要在腦袋裡面 再用中文去轉換一次 這樣你的速度會比別人慢一倍 好第二個字 Blead 聯想護體爆開的動作 Blead Blead 好第三個字 Bleach 聯想護體爆開的動作 Bleach 好第四個字 Brettle 物體有容易爆開的性質的 Brettle Brettle 好第五個字 Bloom 聯想物體爆開的動作 Bloom Bloom 第六個一樣也是Bloom 物體爆開的動作 第七個 Bulley 物體爆開的動作 Bu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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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個字 Butcher 聯想將物體爆開的動作 Butcher Butcher 這個是發死的音 Bloom 好第二 爆以光線來講 中文同意同意字 玻璃 白色 有沒有 都是B開頭 這邊講Banner 光線爆開的物體 Banner Banner Blu Blu 第四個字 Bright Bright 光線爆開的 Bright Bright 第五個字 Bleach 光線爆開的動作 Bleach Bleach 第六個字 Blank Blank 光線爆開的 Blank Blank 第七個字 Blind Blind 光線爆開的 Blind Blind 以八個字 Blush 光線爆開的 聯想一下 Blush Blush 第九個字 Blind 光線 形容 聯想一下 光線爆開的 Blind Blond Blond 這十個字 Blind 這十個字 Blind 這十一個字 Blind 這十一個字 Blind Blind 光線爆開的 聯想一下 Bl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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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個字 Blind 聯想一下 是光線爆開的動作 Bl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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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十四個字 Blind 是光線爆開的物體 Blind Blind 第16個,blend 聯想一下光線爆開的物體 bl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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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個字,brown 光線爆開的brown brown 第18個字,bear 光線爆開的物體 bear 因為這樣有一個灰色的 用這個來聯想 bear 好,第3個部分我們講爆,氣體 中文同音同一字,一樣這個爆 好,第2個字是bake 聯想氣體爆開的動作 b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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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個字bath 聯想一下氣體爆開的動作 bath 為什麼洗澡是氣體爆開的動作 就是想一下那個水龍頭水噴出來 bath bath 第三個字,blow 氣體爆開的動作,聯想一下 blow 吹風馬,很好聯想 blow blow 第4個字,bom bom 聯想氣體爆開的物體 bom 炸彈 b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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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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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烙印 把它烙印在什么地方 它是一个动词 前面第一个是名词 可以当成商标 烙印商标 联想就是火焰燃烧的动作 第一个是火焰燃烧的结果 第三个是brandy 这是一种酒嘛 本来的酒 所以联想法 这是火焰燃烧的结果 第四个breed 联想是磁性动物发热时 但孵化的一种动作 它是一个动词 第五个字broil 是一种联想火焰燃烧的动作 broil 第四个呢 我们讲这个爆 地体 中文同音同一字 像波浪的波 波浪的波 冰爆的爆 还是冰爆 反正都是有爆的音 爆的音 第一个blast 联想它是血迹的动作 b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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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把这一页讲完就好 一集在十分钟左右就好了 第二个是blood 血液 爆开的议题 联想是爆开的议题 所以b开头blood blood blood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第十五页 那今天的方式呢 花了更多的时间 就是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英文单字的时候 在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 可以直接把英文单字和图片联想在一起 而不要先去想中文 然后才去想到英文的意思 所以这次呢 中文我大概都没有把解释念出来 就是你们用眼睛看过一次就好了 然后用图片去记这个英文单字 如果你觉得这个样子会比较好记的话 请你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一下 让我知道一下 这样对大家的英文记忆上 是不是会更直觉更快速 好那最后呢 我们再补充一个网站哦 例如说我们 像刚刚讲到blest这个字是祝福啊 可是我们不晓得这个字 到底是怎么样去使用的话 那除了这个网站字典的网站里面 可以去看一些例句之外啊 还有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地方就是 像一些动词或形容词 它不是一般名词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网站叫做 youglish.com 这个网站呢 只要在这边输入 例如刚刚的blest这个字 然后我们可以按 and say it 那它的好处就是 看看 好它这边就列出说 how to pronounceblest in english 总共有7169个片段 这个影片哦 那这是第一个 所以第一支 总共有7169支耶 它每一个影片就是 擷取从youtube里面 擷取出有blest这个英文单字的影片 所以我们看完之后可以再看下一步 你看它这边哦 按下一步 but god bless you because you have to work 好你看 but god bless you because you have to work 它每一个句子底下都有英文字把你写出来 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再看下一段 所以这个网站我觉得非常非常棒哦 你每一个单字把它key进去之后 它可以直接帮你找出来 所有有这个单字的英文的片段 在youtube上的那边的片段 然后底下还有每一个英文单字都帮你写出来 每个句子都帮你写出来 非常非常清楚 非常建议大家到这个网站去查询 更多这个英文单字的用法 那如果你觉得真的不错 请留言告诉我 然后帮我按个赞 分享给大家 也顺便订阅按个小铃铛 谢谢各位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